张良张子房又把项羽给蒙了,他说刘邦回坝上不是逃跑,是娶玉玺去了,愿意把这关中王让给项羽,这么说吧,项羽爱听什么,张良说什么,项羽甭提多高兴,对,如此说来我不该发兵,这么说我错怪了太公,哎呀,谁去催催的? 能早点把这玉玺给我送来?张良一看这不要紧,我可以亲自给您拿一趟吗?我去一趟,有劳先生,范曾急的,有好多话要说呀,他的意思是要拦阻项羽,您别听张良的,哎,他这是信口胡说,在这儿蒙人呐,但是这都来不及了, 项羽根本不容认识说话呀,他亲自把张良送出帐外,给张良准备好一匹快马,张良拉玛刚往外咱们一走,见前面有一座小帐,在帐后,有一个直脊官,正在那儿谈起作歌呢, 歌词大意是鸡熊下山,结石剑一样,吞之入口,不妨咳嗽而出,唯一胡哉,唯一胡哉啊,就说那狗熊饿的呀,下山找石,没找着,把石头揭开一看,这一大蚂蚁窝,喝,他一张嘴,就把这蚂蚁啊,都给吞下去了, 可恰在这时候,他咳嗽了,这一咳嗽,把蚂蚁又全给喷出来了,这什么意思啊,在蚂蚁,他指的就是,黑公刘邦,那鸡熊指的就是,鲁公项羽呀,呀,张良安吃一惊啊,其实说,想不到,在项羽的大营之中,居然有这样的能人, 全让人家给看了个透明呗,这知己官是谁啊,看此人其貌不扬,瘦小枯干,张良想向他打个招呼,但是人家拖着大吉走了,这知己郎官是谁啊,就是那位韩信,张良望着他的背影心说,如果有机会有时间,我得跟这位知己官进口进口, 现在来不及了,他赶忙打把杨鞭,到坝上,来见刘邦,刘邦先回来的,回来他就击鼓俱将,奔赴昆挡手,把曹五上挡起来,推出原门外,斩手,谁讲情也不行,杀完了他再说,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,黑公怎么这么大火气啊,到鸿门赴宴回来, 没说什么,没说什么先把大将头上给杀了,这是为什么呀,等把他杀完之后,人头悬挂在原门,刘邦才跟大伙说这张的事,大家这么一听啊,该杀,这是个内奸啊,在内部出奸戏啊,最可恶 刘邦把曹五上杀完之后,哎,这才呀,向大家介绍,自己这次赴鸿门宴是多亏张良张自方,哎,他对我有活命质问啊,要不是张良去呀,我仨刘邦也甭想回来了,大家这么一听啊, 无不点头赞叹啊,真得好好谢谢这位张先生,张良来到坝上,一求见,刘邦亲自出大仗迎接,哎呀,先生,我可怕您盼回来,不用问,这是向羽放您回来的,他找没找我呀,哎,怎么能不找呢,张良把这经过怎么一说,刘邦又下了一身冷汗, 那您回来干什么呀,我来拿玉洗来了,哎呦,一提这玉洗,刘邦这脸沉下来了,怎么呢,先生,您说什么都对呀,说的都好,您不应该呀,在向羽面前提提这个玉洗的事儿,这玩不能给他呀,怎么,那是国宝啊,有玉洗即可撑的, 大成王啊,哎呀,张良微微一笑,佩孔,得天下者,再得不再保啊,说您要是一位仁德之主,这天下肯定是你的,哎,你要是一个昏君,什么都不是,哎,不顾老百姓的死活,这样的人,你保物再多,早晚也得完蛋, 刘邦一清,倒是这么个理儿,那我要不给他呢,不给他不好办哪,你要不给他,这项羽就能来抢,早才我没跟您说嘛,他当即就要发兵,让我给拦住了,项羽真的要派兵来,肯定,祖宫您打不过他,哎,到时候啊,把您杀的大袋,这玉洗呢,还得让他抢了去,玉洗那么做呢,倒不如做个整人情, 这个玉洗啊,据我估计,哎,就暂时先存在项羽那儿,在他那儿存放几天,日后呢,有机会您再给他取回来,这不就完了吗,肖和一听,哎,佩孔,哎,先生之言,事业啊,您还得听张先生的,好吧好吧, 刘邦一想,张良不会给我盔吃啊,啊,吩咐人,把玉洗拿来,光拿玉洗不行,还得拿点别的宝物,咱们,草屋上,写那封密信,检举你,说你得了好多东西,所以您呢,得把这东西拿出一些来, 刘邦一听,好啊,玉洗都给了,别给他算什么呀,你看什么好,拿什么吧,呃,我还有一道个事,跟您商量,什么事,四方,你说吧,我看项羽这个意思啊,很可能,他把我,留在他的大营啊,做他的谋事,啊,听到这儿,刘邦可不让了,怎么,您别看这玉洗, 给了项羽,我不心疼,要把您留在大营里,那可不行,怎么,您可要知道,我到韩国是亲自,哎,见国军把您给请来的,借来的,哎,您是给我帮忙的,您怎么能够付宝项羽呢,这可不行,哎,培公,又错了,怎么,我要是真的让项羽给留下,您应该高兴啊,此话怎么讲呢, 您想啊,这个项羽身边有个军事犯罪,他时常啊,在项羽面前进言要杀害您,人家不断的设计,要算计您,咱不知道啊,所以咱总出于费度,我要是在项羽身边,他定了什么计,我先知道,我立即派人给您送个信, 这多好呢,这不是您等于在项羽身边,安下个眼线吗,哎呀,邮邦一听,立刻站起来,给张良申食一礼啊,多谢先生,可有一样先生,您必须,身在项羽的大营, 心在我这边,您人过去可以,您要心也过去,那我就完了,哎,我能这么做吗,啊,正像您说的那样,您花了不少的力气,金字到韩国,把我给借来的, 我有军令在身呢,我家国王让我辅佐您,同时呢,我也愿意抱您,因为配空您是一位仁德的君子,天下有德者君子,无德者食之啊,哎,多谢先生,对我一番忠心啊,啊,白酒,缓带张良,张良喝完酒之后,不敢在这儿多担搁,哎,带着玉玺,还有别的一些宝物, 辞别了刘邦,回到红彦川,把玉玺是献给了香鱼,哭香鱼乐的,爱不失手啊,这就是,秦始皇,扫平六国之后,得的那颗玉玺啊,何事碑,有了他,就可以称王道罢了,张良,给香鱼道喜, 恭喜卢公啊,哎,国宝是又回楚国,本来这何事碑,哎,就是楚国的,楚国的便和吗,在京山德宝吗,哎,所以叫何事碑啊,后来呢,让朝阳成将,给弄丢了,哎,这玉玺也转了这么一大圈啊, 又回到楚国来,勿为援主,可喜可恨,嘿嘿,先生所言是言, 项羽啊,把这国宝玉玺收起来,一看,哦,还有这么多宝物呢,往周圣子的一摆是闪闪打光,绕眼多深啊, 项羽瞅哪样哪样好,他瞅了瞅身边的那范增,范增这脸上根本就没开枪,一直这脸就这么绷着,项羽想,哎,那么大岁数了,啊,我的尊士也是为我好,啊, 你这老头也是,有点什么事干嘛,这么想不开啊,非得急于把这刘邦杀了不可呢, 我得让这老头高高兴啊,他在这宝物里边,挑了一只,九斗, 哎,这叫照星玉斗啊,把酒满上之后啊,里边啊,欠着不少的珍珠, 你要是这么一看,就像满天星斗,硬在杯中一样, 这可真是一件宝物啊,得了,老军事,这个送给你吧,啊,喝个酒,解个闷什么的, 范增,连个谢字都没说啊,他把酒杯拿过来,一眼没看, 哈呀,当时摔个粉碎,啊,相遇不乐意了,怎么, 你这可以啊,常言说道,君此时必尝之,君此生必除之, 怎么个意思呢,就是,我给你吃的,你作为一个臣相, 甭管这吃的东西怎么样,哎,好与坏酸了臭了发了没了, 你也得吃,这要是不吃就围不住,我要给你一件东西, 比方说,刺个你一只鸟,你回家呀,得启武经他们也好好地伺候他, 我想这只鸟,如果这鸟没留神,让猫给叼了去了, 你这就算有罪了,你得向皇帝请罪,我就是好情好意, 给你一只鸟斗,你怎么把他摔了,哎,反正含着眼泪瞅了瞅瞅一样, 路公,您可记得七卫王,齿卫会王,造车之珠吗? 当年呢,齿卫王啊,和卫会王,共同狩猎,夜间呢打猎, 这个卫会王啊,车前车后没有灯,可是呢,痛亮, 齿卫王觉得奇怪,他问卫会王,说我没看你有什么灯笼火吧, 你的车前怎么那么亮呢? 为会王一听这句话,是洋洋得意啊, 嘿,大王哪里知道,我每辆车里都有一颗宝珠, 我这十二辆车是十二颗宝珠, 在晚上的时候不用点灯,珠光四射, 能把我的车前车后照着通亮, 这谁比得了,这是宝贝,您有吗? 卫王冲着一笑,我没有, 我虽然没有宝珠,照亮了这车的四周, 但是,我有人, 我既有文官,也有武将, 而且都是出类拔萃之贤才, 这个人才啊,比你那宝珠,是圣强百倍, 几句话说的卫会王是满脸痛红啊, 他不住的点头, 佩服齐威王, 认为齐威王说的太对了, 人才啊,才是真正的国宝, 你那几颗珠子算什么呀, 我今天之所以, 在卢宫面前, 积了这只玉斗, 这斗没有用, 连玉席也没用, 项羽这么一听, 以军事之间什么有用呢, 那就是刘邦那颗人头, 您怎么也得把这刘邦杀了, 不然, 就是您的心思大欢, 当年, 邓侯不杀楚文王, 而楚国灭了邓, 楚子不杀晋文公, 而晋族败楚啊, 正是因为邓侯没杀楚文王, 反倒被楚文王给杀了, 在楚国没杀晋文公, 最后呢, 成普交兵, 哎, 晋国啊, 把楚国杀的打败, 这些例子, 卢宫都应当记取呀, 呵呵呵, 项羽点了点头啊, 南德军师一片苦心啊, 今日当着我, 击碎了这只玉斗, 是为了劝我呀, 啊, 好了好了, 激斗之事, 我就不怪罪君是你了, 来, 杯酒, 我要与张先生通银几杯, 哎, 我还有一件事, 要跟张先生讲,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, 张良一听快一样, 如公有话, 请讲当面吧, 我想把张良先生留在我的身边, 做我的谋事, 不知先生, 愿意否, 哎呀, 范曾可急坏了, 他立刻站起来, 啊, 使不得, 又怎么了, 老军师, 陆共, 佩公为借张良张子房亲自面接韩国的国军, 他是佩公的借事, 您怎么能讲起留在您的身边, 哎, 那有什么呀, 想一听真是的, 这老头, 怎么, 两鸟折磨而起嘛, 哎, 张先生要愿意, 我就可以把他留下, 什么借事不借事的, 张先生, 你说呢, 张良一笑, 如果卢公不弃, 张良愿再回下效劳, 哈哈哈哈, 相遇, 大事, 就已, 由你来辅佐我, 我就齐了, 哎呦, 范曾, 瞅了瞅相遇, 又看了看张良, 范曾心想, 卢公啊, 卢公, 你怎么能糊涂到这个份上, 这相遇呀, 确实不太明白, 这相遇呀, 是有力无心的, 哎, 最后啊, 糊涂死了, 糊了糊涂, 这范曾呢, 有心无目, 这人心情挺重, 心计很多, 但是呢, 他没长出眼睛, 错保了相遇了, 还最后气和了, 张良, 张子房呢, 那是一位有心有目, 有口有胆, 是一位难得的, 智士, 哦, 在打仗之中啊, 张良和相遇痛饮了一番, 然后相遇告诉张良, 你呀, 还得想办法, 告诉这个配空刘邦, 我准备要进咸阳, 得让紫英, 在我的马前是二次, 那乡, 还让他想一回, 张良当即领命, 到坝上来见刘邦, 把这番经过跟刘邦学说了一遍, 然后告诉他, 相遇说了, 让紫英二次纳降, 刘邦这么一听, 哎呀, 自发, 这个紫英已经降过一回了, 怎么还让人一降啊, 这什么意思, 哎, 张良轻轻叹了口气啊, 配空, 我看相遇是要杀紫英啊, 哎呀, 刘邦一听, 大吃一惊啊, 我说自发, 这使不得啊, 你得劝劝卢公啊, 怎么, 常言说的好, 诸祥杀福, 祸及三世啊, 哎, 人家已经做了俘虏了, 人家已经归顺投降了, 你要再把人家给杀了, 你得多缺德啊, 哎, 张良摇了摇头, 配空, 我看说劝卢公, 也无意, 他根本停不进去, 他的所作所为, 配空, 您没看见吗, 他已经丧失民心了, 如果再这么闹下去, 只有加速项羽的败王, 哎, 刘邦信说, 我倒盼着他早点败王, 那么, 我怎么去跟紫英说呢, 张良想了想, 佩公, 您把紫英请来, 如此这般跟他说, 您看怎么样, 张良这是, 未给刘邦开脱啊, 刘邦一听, 这是个上策, 啊, 渡戏子房提醒, 张良交代完了, 回了红雁川了, 刘邦派人把紫英给请来, 紫英不知道什么事啊, 佩公唤我到此, 有何吩咐啊, 哎, 刘邦瞅着紫英也怪可怜的, 他就把鲁公想法跟紫英说, 紫英也想不通啊, 佩公, 我不是已经在您马前归乡了吗, 怎么还连续倾向啊, 哎呀, 紫英啊, 向羽这个脾气, 你是有耳闻的呀, 他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呢, 啊, 他让你再想一次, 那么他这是什么意思, 我实话跟你说吧, 恐怕他要加害于你啊, 紫英一听, 赶忙站起来, 吓得脸都变啥了, 哎呀, 佩公, 您怎么能救我一命呢, 刘邦想了想, 办法也只有一个呀, 紫英, 你赶快逃跑吧, 我请你来的目的也就是这个, 给你通个信, 紫英当时哭了, 他坐在那会儿, 半晌无言, 思前想后想了一想, 哎, 多谢佩公通信啊, 我, 我愿意带卢公麻钱再次倾向, 这么说, 紫英, 你不走了, 哎, 佩公啊, 天下随大, 紫英, 往哪里去逃, 到处, 都是楚国的耳梦啊, 我跑哪儿去也跑不了啊, 听命牛天吧, 鲁公要杀我, 我就认病, 要不杀, 留我一条活命, 我愿意做个黎民百姓, 聊此残生啊, 说在刘邦心里也酸溜溜的, 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吧, 三天后, 项羽, 领人马进咸阳, 紫英在马前是二次情乡, 项羽一看, 哦, 你就是秦国三世子英啊, 孙夫人, 来啊, 就地, 三手, 当时就把这紫英给斩了, 哎哟, 这一杀紫英啊, 咸阳百姓是议论纷纷的, 吴不咒骂项羽啊, 他做的这叫什么事啊, 啊, 忠福沙强啊, 这人也太不道德了, 人家紫英已经在配空流邦跟前投降过一次了, 项羽让人家二次情乡, 才把人给杀了, 不错, 秦国的国君呢, 是做了不少的恶事, 但是那是秦首王, 那是秦二世啊, 紫英才做了四十来天皇上, 他有何罪, 这鲁公项羽, 心也太狠了, 这咒骂声就传到了项羽二车里去, 可不项羽气坏了, 怎么, 我杀三世子英不应该吗, 咸阳百姓敢纷纷议论, 有议论者立即赞头, 他让英部带领三千铁骑, 在咸阳城中疯人就杀, 狱人就斩了, 可了不得了, 鲜阳街头杀人头滚滚, 血流成河呀, 范增顿足大空啊, 嘿嘿, 鲁公可不要再杀人了, 张言说, 一浮贤恨六月飞雪, 吉父汉渊三年不一样, 冤帅, 再不能亡杀无辜了, 范增哭喘了半天, 没用, 项羽根本不听, 他一进咸阳就学习了咸阳城, 然后进了皇宫, 到了宫里边, 项羽愁哪哪顺利, 嘿, 这个皇宫内院太漂亮了, 啊, 好啊, 现在, 我已经到了咸阳的皇宫了, 我手中又有玉玺, 我应该称王了, 他特派他的叔叔项伯, 去跟怀王说一声, 说什么呀, 我项羽要在关中称王, 项伯呀, 去得快, 回来得快, 他告诉项羽, 怀王不答应, 因为有约在先, 谁先进关谁为关中王, 意思就是, 不是刘邦兵不雪人, 先到的咸阳吗, 关中王李英, 由刘邦来做, 不能更改, 常言说信者, 哎, 国君之大宝也, 哎, 什么是国君的宝呢, 就是, 说话算数, 得有信, 不能朝令夕改, 一会儿一主意, 你让老百姓不知所措, 这事儿长了, 就麻烦了, 所以怀王不答应, 向你拍案大怒, 欺忧此理, 他不答应算什么, 啊, 他答应不答应, 我也要称王, 别忘了, 怀王, 还是我立的呢, 来来来, 老尊师, 你给我起个尊号, 尊号还不好起吗, 范曾不愿意起, 他让项羽去问张良, 范曾要害张良, 你这尊号起的不好啊, 鲁公非杀的你不可, 张良心里明白, 这尊号起好了, 人家不答应, 起的不好, 就要招来大祸呀, 张良更高, 他不直接给项羽起什么尊号, 他告诉项羽, 说是上古有三皇治氏五的围军, 后又有五霸七雄, 三皇治氏像什么福西氏啊, 神龙氏啊, 宣元氏啊, 这五霸七雄, 齐皇宫, 晋文宫, 秦牧宫, 宋将宫, 楚庄王啊, 什么齐楚银寒赵卫秦啊, 七雄五霸, 五弟三皇, 您自己挑得了, 几只话说得像于哈哈大笑, 多谢先生提醒, 王好何于古, 霸好何于金呢, 我金谷何用, 自立为西楚霸王, 才即日登基, 楚霸王这一登基, 要火烧鹅旁宫, 绝勤木扁汉王, 才引出一段楚汉相争。